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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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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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到北京后 他被确诊患有脑胶直流 这种被世界医学界 称为癌后的绝症 是一种极难切除 且再生能力极强的恶性肿瘤 确实不知道 他的病已经这么严重 如果知道的话 当时肯定我会尽量地 帮他多承担一点 我想起这个事 心里很不舒服 一直说实话 就是 2013年9月 实施第一次手术前 张国春再次走进了 兵器办公大楼 他用一个月的时间 加班加点整理资料 当时的张国春 内心第一次感到害怕 他怕的不是手术失败 而是怕生命终结后 这些本应由他来完成的工作 给别人带来麻烦 他顽强地与时间赛跑 整理出自己兵器工作中 最后一份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 我爱你 如果有来说 我们还在一起 《君女人生》正在播出 张国春 你是我不变的牵挂 在被查出患脑胶质流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张国春就出现了头疼 眼睛有血块等症状 顾迎斌曾一再催促他去医院做检查 可全身心扑在兵器事业上的张国春 只是吃了几粒纸腾片 滴几滴眼药水 打发了事 即使在病情确诊之后 兵器仍是他念念不忘的牵挂 老公 我来看你了 我知道 你一直舍不得离开这里 我明白你的心 2013年9月5日 张国春实施第一次开颅手术 肿瘤切除之后 他失去了大部分记忆 他老是念念叨叨 念念叨叨 就是 哎呀 他们都去演习了 本来我也要去的 他们都去演习了 本来我也要去的 哎呦 我们听了 这咱的心里特别难受 我说他什么都可以忘 什么都可以不知道了 但是怎么这个事就没忘掉呢 谁也没教他呀 对不起 我说他是想要去的 做什么都可以忘掉 对不起 他没听说 那天真真是 我来讲 那天真是 全心有问题 就是 你 一码 就是 Android 类 不够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国春没有想到 术后三个月复长 他脑中的肿瘤复发了 而且疯涨到之前的三倍 2013年12月 张国春进行了第二次开炉手术 一天缓昏 他向妻子提出要求 希望再回到研发室看一看 他坐在那儿 尤其是坐在他研发室那块的时候 就是坐在那个摇椅 就是转的时候 他脸上那个笑 特别满足 我能感觉出来 那个当时 看到那个样子 我就流泪了嘛 然后我就出去了 张国春 瞬间 画上了休止符 留给世界一个荡气回肠的绝想 后来他们同学 这是我导师生前的办公室 现在是我的办公室 这个布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他去世以后 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拿到了陈列馆去了 当时选一个房间的时候 就是特意选了一个这样的房间 就是希望能够在他战斗过的地方 继续战斗 王阔是张国春代过的最后一名研究生 在导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他时时能感受到那充满阴气的目光 我从事的是同一样的工作 所以每次从他面前 这个雕像前走过的时候 都会想我在完成老师未完成的事业 按照他这个指引的方向吧 就是继续的努力的去奋斗 多做出来一些成绩 如今唐宇波借过了兵器系统研发的激励吧 为兵器系统在作战指挥一线 更好发挥作用而努力 应该说国圈付出了很大吸血的这个系统 我们现在在部队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反正我相信吧 历史总会记住每一个曾经付出的人 哪怕是做一颗沙粒 他只要他承载了整个大厦的重量 我觉得他就能够实现他自己的价值 就是他也总说了以后我们时间还很多 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玩 等我们退休之后 都他说的话 看你的心会痛 连沉默也会痛 遗憾是会呼吸痛 他留在血液中来会滚动 后悔不贴心会痛 恨不懂你会痛 相见不能见最痛 对 就是这句话 相见不能见最痛 以前妈总是骗自己 说他去出差了什么的 但是 你永远也看不到他 就你再怎么想 你也见不到 对顾应斌来说 张国春带走的 是他的整个世界 很长一段时间 他把自己封闭起来 活在过去的回忆里 这就是2002年的时候 我32岁 我生日那天 一进门就是放桌子餐厅的地方 然后你推开门一看 就是平时我们家这桌子 折叠的放的嘛 那天一下是掀起来的 然后一束花 两杯香槟 然后一个蜡烛在那点 就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 如今张国春离世快四年了 顾应斌一直在努力调整自己 活得开心 幸福 他知道 这才是张国春载天之灵 更愿意看到的 走得太早 后面的这些你都没有看到 你没有看到女儿结婚 你没有看到女儿怀孕 马上女儿就要生宝宝了 你也看不到你外孙了 觉得这时候就 一想心里就特别难受 就觉得 他应该能看到 应该能看到 但是他看不到 冰期事业十七年 那是张国春踏实的一生 恩爱相守二十二年 那是古迎斌 幸福的一辈子 你的一生 我陪你走完了 我的一生 还差几十年 但是没有关系 你还在 往后余生 目光所致 全都是你 爱你的妻子 宁愿生命透支 不愿使命前掌 张国春把一生 奉献给了热爱的 兵棋事业 对自己的父母妻儿 却一直心怀愧疚 在他走后 古迎斌按照他的遗愿 把他安葬在了天津 那里有他们 结婚时置办的小家 张国春以这样的方式 永远陪伴在了 家人的身边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